最近突然发现一部很牛逼的电影 未来世界克隆人逐渐在社会中普及 人们不但接受了这种人造生命 甚至有人已经把克隆人当成家庭成员 当有人得了绝症快要死了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克隆自己 让克隆人代替自己活下去 这样家人就不用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了 有些观众可能觉得这是在抄袭天鹅晚歌 不出意外的话的确是天鹅晚歌 可一旦出了意外 比如当事人突然死不成了 那就会发生非常尴尬的局面 双重躯体活在世上 对方用着你的名字还住着你的房子 还跟你的伴侣上床 关键克隆人也是有人权的 可以申请不被销毁 这种事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无法接受 于是政府推出了新法案 如果发生了上述的尴尬局面 本体死不成了 那么当地就会开展生死决斗 让本体与克隆体进行单挑 谁活下来谁就能继续使用本体的身份 不幸的是 这种烂事被一个娇弱女子凯伦摊上了 这天凯伦从噩梦中醒来 猛然发现自己吐了一床鲜血 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去医院一番检测下来 医生通知他患上了一种非常罕见 且无法治愈的疾病 致死率高达98% 换句话说 凯伦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先别慌 医生随后为凯伦介绍了一种复制克隆体项目 可以克隆一个自己替本体陪伴家人 此时的克隆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只需采集一点口水 整个复制过程不到两个小时 凯伦当天就见到了另一个自己 克隆人比凯伦的皮肤更好 头发也更浓密 克隆体需要和本体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学习并记忆有关凯伦的一切 因为克隆体仅仅只是和本体长得一模一样 并没有继承本体的记忆 而且因为技术人员的马虎 导致克隆体的瞳孔颜色和凯伦不一样 最后给他打了95折才作罢 回到家后 凯伦用照片介绍了他的男友皮特 克隆人则向凯伦承诺 等凯伦去世后 他一定会像凯伦一样爱他的亲人 但很快 凯伦就感受到了克隆体所带来的压迫感 皮肤比本体好 身材比本体好 而且随着克隆体渐渐抛掉拘束 开始随意评论凯伦的衣服 还主动让凯伦带他去购物 转眼十个月过去 凯伦还健康的活着 克隆体也习惯了现在的一切 甚至比凯伦更加耀眼 男友皮特早已接受了克隆人 两人甚至在凯伦面前肆意亲吻对方 等待死亡的感觉让凯伦很难受 他再次找到医生 想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 可医生却告诉他 没想到凯伦就是那幸运的2% 医生建议他尽快联系克隆机构 回收克隆体并销毁 可让凯伦没想到的是 克隆体竟然瞒着他 偷偷跟母亲取得了联系 甚至接触过很多次了 事态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当凯伦终于鼓起勇气回到母亲家中 向他坦白最近所发生的一切时 一个更加令他心碎的真相摆在了面前 母亲竟然表现出对克隆体的偏爱 甚至将真正的凯伦误认为是精神错乱的疯子 男友皮特的态度更让凯伦心碎 他宣称现在更爱克隆体 随后直接把凯伦锁在了门外 短短10个月 凯伦的生活被彻底颠覆 仿佛上天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更糟糕的是 当他前往克隆机构 意图销毁自己的克隆体时 又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克隆体提前申请了留孙协议 根据法律规定 对方已经拥有不被销毁的权利 这意味着如果凯伦想要回到他曾经的生活 那就必须按照法律程序 与克隆体进行一场生死较量 决斗将在一年后举行 凯伦感到绝望至极 他心情崩溃的回到家中时 又因为房子在皮特名下 被对方无情的赶了出来 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 凯伦意识到自己必须得变强 他用最后一点积蓄 聘请了一位私人格斗教练 开始训练前教练告诉他 如果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必须付出200%的努力 如果做不到 那么最好还是回家 享受他所剩无几的时光 而不是在这儿白白浪费生命 话虽然刺耳 却充满了现实的忠告 随着训练的正式开始 凯伦意识到 自己前十个月的松懈 已经严重影响了体能 面对艰苦的训练 他知道只有坚持不懈 才能为自己争取到生存的机会 尽管每一次训练都让他筋疲力尽 但他仍然咬紧牙关 第一天训练结束后 教练为了帮助凯伦适应血腥场面 给了他一部限制级影片作为家庭作业 第二天 除了日常格斗训练 教练又加强了针对克隆体的攻击训练 详细讲解了决斗的比赛规则 并强调 尽管武器各有优劣 但最强大的武器永远是自己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凯伦不仅在格斗技能上有了显著提升 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进行体能训练 舞蹈和跑步成为了他强化体制的有效手段 日复一日 他对各种武器的运用变得越来越熟练 甚至教练还安排他到一家私人医院观摩尸体解剖 似乎上帝也在眷顾凯伦 由于天气原因 决斗被推迟了一个月 这无疑给了凯伦更多的准备时间 在一个月里 他不仅体能和技能更上一层楼 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皮特的变心 他开始以更加成熟和理解的眼光去看待 决斗前 凯伦再次找到教练 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 可教练却对凯伦说出了令他意想不到的话 狗狗年纪大了 而且病得很重 所以不如给他个痛快 这也是教练给凯伦上的最后一课 想要赢下决斗就必须成为杀手 然而凯伦在瞄准了许久后 最终还是无法下手 就在这时 他发现门外的克隆体正在偷窥 冲动之下 向克隆体射出了箭矢 却误伤了一只无辜的流浪狗 表示歉意后 凯伦急忙追了出去 最终在公园的一处木屋 找到了瑟瑟发抖的克隆体 克隆体表示 他已经厌倦了属于凯伦的人生 包括与皮特的争吵 南缠的母亲 以及那些琐碎的烦恼 凯伦表示理解 毕竟这些事情 本就是凯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现在他已经学会了看淡他们 甚至愿意彻底改变 克隆体提议带凯伦去一个地方 他们来到了一个心理分享会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在生死决斗中 幸存下来的一方 有的是本体 有的是克隆体 虽然他们在决斗中取得了胜利 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但他们必须终身承受 那场决斗带来的精神创伤 在离开分享会后 凯伦深刻的理解了 这个聚会所传达的真正信息 他意识到无论决斗的结果如何 生命的价值远比胜负更加重要 任何人都没有做错 而是这个国家法律和制度的问题 为什么本体和克隆体不能共同生活 偏偏要互相残杀 只活一个呢 于是凯伦决定和克隆体一起逃离这个国家 决斗日到来之际 两人如约抵达了边境 凯伦本体扎着马尾 克隆体则戴着帽子 炎热的旅途中 克隆体递给了凯伦一瓶水 凯伦喝下不久 发现自己嘴角溢出了血迹 水里竟被下了毒 一年的艰苦训练 最终却未能防备这突如其来的背叛 决斗场上 人们焦急地等待着凯伦的出现 就在大家开始失去耐心之际 扎着马尾的凯伦 一瘸一拐地出现了 他告诉裁判 克隆体逃跑了 而自己在来的路上不幸遭遇了车祸 就这样 这场决斗以克隆体未到场而宣告本体胜利 经过法庭的调查和亲友的证明 所有人都相信这位凯伦是真正的本体 但实际上在森林里中毒的才是凯伦本体 理论上回来的应该是克隆体 克隆体由于刚出生不久还不会驾驶 这也是他出车祸的原因 当男友询问凯伦是否愿意尝试墨西哥菜时 凯伦表示不喜欢 但凯伦本体是非常钟爱墨西哥菜的 这一点更加证实活下来的是克隆体 出人意料的是 这天凯伦母亲打电话过来 告诉他已经为他买好了有色美瞳 前面提到克隆体的眼瞳颜色与本体不同 所以需要借助美瞳来伪装 如果美瞳是母亲买的 那事情一下就变味了 说明母亲知道活下来的是克隆体 原来男友母亲克隆体早已串通仪器 为了保住克隆体 他们共同策划了这场毒杀凯伦本体的阴谋 只不过此时的凯伦却突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 泪流满面崩溃痛哭 双重曲题上映于2022年 主演是在漫威里饰演过星云的凯伦吉兰 故事的结尾乍一看活下来的是克隆体 但细细推敲却有两个很大的疑点 首先克隆体为何要伪装成本体 在影片中克隆体的合法地位已经被法律认可 他本无需隐瞒自己的身份 其次当克隆体在电话中听闻有关美童的事情时 他的崩溃和泪水显得异常 按常理老妈站到自己这边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这两个疑点实际上都指向了一个可能性 或许归来的其实是本体凯伦 经过一年的艰苦磨练 凯伦很可能已经掌握了解毒的技能 随后在森林中的对决中 凯伦逆转了局势反杀了克隆体 然后回到了决斗场 他深知男友和母亲对克隆体的偏爱 为了重新赢回他们的感情 凯伦选择伪装成克隆体 但当他在车上听到老妈为他购买美童的消息时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老妈本来希望让克隆体活着 甚至毒杀本体的计划就是老妈策划的 凯伦生无可恋 这才情绪崩溃 所以你们觉得最终活下来的到底是谁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